女人为报复男友 将她绑在放满水的浴缸里 接着用502将她的嘴巴牢牢沾住 随后用注射器把牛奶喝可乐 依次注入她的血液之中 等520胶水凝固后 她拿出针线把男友的嘴唇缝住 避免她发出一点声音 女人依旧不觉得解气 她敲响了房东的门 借来了点火的火柴 将买来的蜡烛全都点燃 燃烧的蜡油滴落在男友的身上 疼得她痛不欲生 女人十分满意 又拿起刀一下一下地滑在她身上 直到将她完全治解 但事情到这还没结束 女人又以请客为由 让房东召集这栋楼的租客一起吃个饭 用男友的身体烹饪了一桌美食 被蒙在鼓里的租客吃得津津有味 还夸赞女人的厨艺真好 尤其是今天的肉汤格外地鲜美 女人如愿露出了满意的笑 而房东张家俊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因为不止女人是个变态她也是 张家俊在这栋楼的每个房间 都装有针孔摄像头 她通过偷窥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前不久她为了吸引更多的租客 甚至把房子翻修低价出租 第一位租客是离婚带着女儿的王先生 妇女俩有些异于常人的亲近 第二位是已婚演进大叔锅里 以及她的同性爱人灵活 俩人经常来这里约会 第三位是中二病重度宅男伯彦 不学无数的她整天幻想自己有超能力 第四位是白领陈小姐 她每天都会带不同的男上司回来睡觉 致力于用身体说服他们 达到升职加薪的目的 第五位是教体育的张老师 她最爱喝过期的牛奶 以及边界身边偷听楼下张小姐滚床单的声音 张家俊每天什么都不干 就躲在天台上偷窥所有租客的私生活 观察了一段时间 她发现所有人的生活都有规律可循 唯独最后一个搬进来的租客迎可十分奇怪 她身穿白色裙子脚踩白色鞋子 给人一种冰清玉洁的孤傲感 每天都是静静地待在桌前看书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柔弱的小女生 唯一奇怪的点就是 她房间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红色行李箱 张家俊好奇极了 于是趁着她出门的时候 偷偷进了她的房间 正当她拉开行李箱 要看到里面是什么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尹如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 她急忙把行李箱恢复原样 然后躲到了床底下 却也正好看到了尹如引诱男人进浴室 她本想趁机逃跑 没想到尹如突然回来捡地上的衣服 四目相对尹如却十分淡定 当做什么都没看见一般 继续回浴室处理那个男人 张家俊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本想报警 当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 她后悔了 和尹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她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一类人 况且一旦报警 她装摄像头偷窥的事情也会被发现 于是她放弃报警 继续通过摄像头监视尹如的一举一动 也就出现了开头发生的残忍疑 被肢解的尸体就存放在了房间的行李箱里 之后的日子尹如经常带人回来 这次她用行李箱带回来一个女人 往里面灌了一整平节策略 实验结束过后 她便穿着雨衣开始之急 这一切依旧在张家俊的监视之下 她对自己偷窥到的一切十分满 甚至在一次风轻明淡的往后 和尹如有了正面交流 一个是偷窥狂 一个是杀人狂 两人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尹如无聊至死的理论企划下 张家俊觉醒了心底沉睡的恶梦 想出了一个魔鬼计划 她要刺激出每个人心底的意义 把五个租客变成和他们一样的 她先是去药店买来的动物催情的春药 然后把药进入闻箱里 放进了租客一号离婚老爸王先生的房间 因为根据观察王先生的欲望是她的女人 在闻箱的作用下 王先生的欲望被激发 晚上睡觉时她感觉身体十分燥热 不自觉把目光看向幼小的女人 张家俊看到这一情况十分满意 觉得张先生做坏事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她开始对租客五号教体育的张老师下手 她把整栋楼的钥匙丢在了张老师的房门口 出客四号张小姐 有了这串钥匙张老师开始频繁地摸进张小姐的房间 像吃汗一样闻她穿过的高跟鞋 翻看处摸她衣柜里的贴身内衣 躺到她的床上感受她睡过的被窝 甚至变态的连马桶也没放过 这天她再次偷摸进来干坏事实 张小姐提前回来了 她连忙躲进房间 亲眼目睹了张小姐和她的男领导缠绵 她的欲望开始克制不住 终于在男领导走了以后 她趁着张小姐洗澡的时候 进去浴室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却没想到张小姐一下就猜到了她的身份 而且没有拒绝 在监控室里的张家俊目睹了一切 对于他们的反应全都在意料之中 接下来她把目标对准了租客三号博焱 博焱有重度中二并坚信自己会超能力 张家俊便在她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 在她睡着以后把她拖进浴室 然后脱光了她的衣物 等到第二天博焱醒来的时候 看到自己身上的变化 误以为自己学会了瞬间移动 之后张家俊按照这个办法 持续伪造出她会瞬间移动的假象 让博焱对此深信不疑 而张家俊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博焱离见租客二号 因为第二对租客郭立和灵狐是同性恋 当博焱光溜溜出现在他们房间时 俩人都以为对方背叛了这段感情 为此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争执间一把刀插进了灵狐的胸口 刹那间恋人变仇人 从此他们阴阳两隔 博焱又害怕又恐惧 最终她还是不敢报警 冒着大雨来到荒郊野外挖坑 想要就此把爱人埋进土里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张家俊怎么会允许这是到此为止 她要搞事情 趁着博焱外出把尸体藏进了博焱的房间 并伪造出博焱在行驶瞬间移动特异功能时 尸首杀害了灵狐的现场 等到博焱挖完坑回来搬运尸体 却发现房间是空的 她立马找去了博焱那里 让她赶紧把尸体交出来 张家俊事实路过 刚好就发现了藏在床底下的尸体 博焱和郭丽对此表示十分震惊 就在他们决定要去报警的时候 张家俊立马求他们别去 说他就靠收房租为生 要是被大家都知道这里有命案 就没有人愿意租他的房子 本就心虚的俩人也怂了 最后为了掩盖真相 他们把尸体搬去了浴室之间 方便偷运出去掩盖 浴室李博焱久久不敢下手 最后还是郭丽很下心 面带着痛苦亲手把自己的恋人依据 此时的张家俊面露喜色 因为不仅这里发生了命案 隔壁也在他的一番操作下乱得不行 来这里之前他在监控里 看见尹如绑架了王先生的女孩 他抱着一罐泡着老鼠的罐子 走到女孩面前 割下了老鼠尾巴 放进了孩子的嘴巴里 简直不是人干出来的事 张家俊自然不会让他影响他的机会 他带走了小女孩 把他藏进了张老师的衣柜里 张老师回了家之后 听到了衣柜里的动静 发现小女孩嘴巴被封住 手脚也被绑起来 而此时王先生回来了 他发现女儿不见后到处寻找 张老师觉得自己解释不清 便用手捂住了女儿的嘴巴 不让他出声 结果女孩晕了过去 此时的王先生闯了进来 在房间边质问边找 发现了藏在柜子里晕过去的女儿 他愤怒至极跟张老师打了起来 但他哪里是张老师的对手 被张老师失手打死了 同一天晚上 这栋大楼里发生了两起命案 看似毫无关系 实际上男人一手造成的 深夜的时候 四个拖着垃圾袋的人在走廊里相遇了 两边都解释说自己去丢垃圾 还客气地要去帮对方搭把手 结果双方都被吓得不行 都担心被发现垃圾袋里是死尸 张老师思来想去 总觉得是伯燕把小女孩藏他房间里 于是乎他跟伯燕打了起来 两人在打斗间扯烂了旁边的垃圾袋 结果一个头从里面跑了出来 被跌倒的伯燕踢飞到了墙面上 这么大的动静吵醒了张小姐 他正想骂人却看见了这颗头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 伯燕和张老师反应过来想去灭他的口 而此时尹如泰然自若地从楼上走下来 他还是带着那个纯洁的微笑 穿着白裙子和白鞋子 张家俊和他隔空相望 仿佛在告诉尹如这就是他的杰作 最后他们全都被带去了警察局询问 张家俊把他的计划全都坦白了 而影片的结局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张家俊说的根本不是事实 警官查到了他原来的身份 他之前是一名很厉害的警探 房子的主人其实是罪犯黄四郎 当年黄四郎以自己有精神病为由逃脱了牢狱 张家俊为了揭穿他 特意伪装成精神病人去接近他 结果唯一知道他卧底身份的陈警官意外去世 因此张家俊被当成精神病人对待 后来陈警官的老婆发现了他的日记 这才把张家俊从精神病院放出来 他从黄四郎那拿到了他家的钥匙 因此变成了这栋楼的房东 里面的租客确实是真人 不过却不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关系 大家都是正常人 那些残忍的事情全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因为他曾在精神病院时 他本人真实受到过这些伤害 那些恐怖的记忆根植在他的脑海中 以至于他精神错乱之后 把这些事情记在了别人的身上 而那个影如其实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女儿 他出事后一直没见过他 所以才幻想成他在他身边 故事的最后警官说了句 警局对不起张家俊 但这个对不起来的太迟 也许一忘掉这些事才是对他最好的选择